後日星期四的早上 特區政府會在香港國際機場舉行儀式 歡迎大熊貓抵港 由政務司司長主持 之後兩隻大熊貓就會送到海洋公園 開始檢疫隔離 兩隻大熊貓都是五歲大 剛剛大入成年充滿活力 男的現時在熊貓中心的名稱叫安安 體重一百三十多公斤 她身體強壯,動作敏捷,聰明好動 女的現時在熊貓中心的名稱叫可可 體重大約是一百公斤 她是善於攀爬,盛情溫順,溫柔可愛 民體內局會在十月舉辦全港精明活動 廣邀全港市民發揮創意提建議 為兩隻大熊貓提出有意義 能夠凸顯他們特質的新名字 我們來看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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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來看見